今天我们来看一辆高尔夫 有人说高尔夫有什么好看的 这是一辆电动的高尔夫 我们都知道在大众集团里边 它的保时捷品牌旗下有一个Taycan 然后奥迪的旗下有一个E-Dron 那么在大众的自由品牌底下 其实我们也能买到两款电动车 一款是高尔夫一款是宝莱 那今天我们看的呢就是这辆高尔夫了 那其实它的外观 基本上是基于一个七代高尔夫的前脸 就是这个大灯的样式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但是加了很多很多蓝色的元素 在大众品牌里边呢 基本上蓝色就是意味着一种新能源的特征 那现在放的还是挺明显的 就恨不得让你知道 它跟普通的车不一样 但是里边的那台 我们传说中的1.4T就没有了 里边是一台电动机 通过固定持笔去驱动前轮 那么它的NEDC里程呢 可能并不多啊 只有270公里 那么也能让你享受一个 在3.4秒的时间里 就能从0加速到50公里每小时 它的急速呢 差不多是150公里每小时 但是没关系 反正你也没有机会跑到 但是总体严肃一点说 它实际上就是一台基于汽油的 高尔夫平台打造的一款电动车 我认为呢也是大众品牌对于电动车 新能源的这么一种尝试 它的中网部分呢除了这个明显的蓝色标示和一个 一高尔夫的这个标识以外 它的大众标也变得内有乾坤了 它里边是一个充电口 你可以很方便的通过你的家用插座 在5个小时里为它的电池来充满电量 特别想跟你们分享一样它的前机舱啊 里边还是传统的汽油车的布局 那是电瓶 然后里边的车内的电控部分 但是在中央的位置 它的结构已经完全都不一样了 这儿是一个核心的电控单元 然后这里是它的无刷电机的控制器 然后再往下是峰值功率100千瓦的电动机 因为电动机本身它的发热量很小 所以我们传统的那种水冷暖风没有办法工作了 所以在后面它还有一个独立的电热暖风 另外呢还有就是空调啊 ABS泵这个东西 包括真空助力也都是做成了电动的 所以说它现在就变成了一台彻座彻尾的电动车 只不过在传统汽油车的结构上 它看上去还是没有那么违和 这种违和呢指的是车身结构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传统的电动车 它是从零开始设计的 一般它都是把电池放在车身的整个底盘上 然后把电机呢也放在两个车楼之间 整个全在特别靠下的位置 把上面基本都留给了成员和行李箱的空间 但是这辆高尔夫它是以一个汽油车的基础上做了一个魔改 所以说它大体还是保持了汽油车的传统的这么一个框架 我们油箱的位置换成了电池没有问题 然后把发动机的部分换成了电动机 所以说它还是占用了一个前机舱 看上去的没有特别特别的难受 但是它的精力下空间和它的动力系统的紧凑性 可能并没有像那种从零打到的电动车那样的浑然天成 我们在背观上看到的它和普通高尔夫的不一样 可能有两点 一点就是这个易高尔夫的车标 再有呢就是这个大大的像锅底一样的轮圈 这个轮圈其实并不是为了千方百计的把车弄得非常的科幻 而是这样的轮圈能够在转动的时候呢 来减少它的行进阻力 千方百计的让车在行驶的时候更加的省电 车尾呢还是传统的高尔夫的样式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非常的经典 辨识度非常的高 在后风挡两侧 这里有两个小的风刀 它的作用并不是装饰 而是来梳理车尾的气流 改善两厢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一个湍流的问题 尽可能的来降低行驶的空气阻力 那么在下面两个排气 那这次彻底都是假的了 没有什么办法 毕竟是辆电动车 它的行李箱空间呢 因为电池并没有延伸到这里 所以说还是保持了原有高尔夫的样子 所以基本上在你日常使用的时候 它和一台传统的高尔夫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哦对了 有一点区别 就是它的加油口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直流充电口 那么如果你能找到一台那种高速充电机的话 基本上是在38分钟之内 可以把这辆车的电池从零充到100 坐在这辆电动高尔夫里边 你觉得它还是挺朴素的 就是并没有那种电动车的那种高科技的那个感觉 方案盘上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 而且基本上它的内饰啊 还有这种手动座椅织物的手动座椅的感觉 就是一种普通的一台高尔夫 只不过它的缝线 注意方案盘这儿的缝线 还有座椅上的缝线做成了蓝色 让你知道它和普通的车还是不太一样 音表盘上呢 它右边是车速 底也是电池电量 左边发动力的转速表变成了一个两用的体显示 就是电机的转速 还有呢就是它的充电放电的状态 对这辆车的本身支持5G的动能回收 那么在这种频繁加减速的时候呢 应该可以让它的续航里程变得更长 那这中间那个挡板的造型还是传统的DSG 只不过里边那个变速箱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台不顿挫的高尔夫了 那它本身基本上就是一个电动机的 正转反转的控制器开关 因为它电动机本身是固定持笔的 我们只要把它拨到前进挡上 去踩电门车就可以加速了 那现在唯一的有一点不太习惯的就是 可能因为我好久没有做原厂高尔夫的内饰了 在这样一辆电动高尔夫里边 我觉得这个座椅坐的稍微有点高 就是忽然觉得自己开的是一辆电动的图案 既然是高尔夫 我们还是说一下后排空间吧 反正前排已经按照我的身高 设定好了驾驶的位置 那这里我的腿部还有一圈多一点的位置 我觉得虽然有点拘捉 但大体还是可以接受的 座椅的这种乘坐的舒适性呢 因为它本身的这种织物座椅的缘故 所以我觉得还好 就是那种熟悉的高尔夫的感觉 底下呢它有两个空调出风口 还有两个USB的充电口 基本上后排乘客 也算是有一定的舒适便利性了 只不过我认为后排应该是给两个人设计的 因为我坐在两边还好 但是中间的地台比较高 而且中间这个椅子呢比较坚硬 我认为基本上坐在中间还是比较难受的 可能中间你把这个玩意放下来 做一个割手架 做一个杯架 还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但是即便在如此熟悉的高尔夫的环境里 我还是忍不住去想 它超过1.5吨的自重 和只有270公里的N1DC里程 没错 这辆电动高尔夫是一辆Sring时代潮流的车 它把一辆我们喜欢的两项车做成了电动的 好像做成了一辆新能源 但是我认为这辆车 它毕竟是在传统的汽油车基础上打造的 所以说它并不像原生电动车那样 做的那么的极致 那么的浑然天成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以它目前的性能数据来看 我认为高尔夫它的态度 并不是推出一款让我们去买的电动车 而是一个作为两项车之父的一款传统车型 像电动车 像一个电动车大潮来做出的无声的抗议 好的 你想要电动车吗 给 电动车就是这么无趣 就是这么没有意思 你还是回来买我的汽油车吧 我认为这是高尔夫的态度 这个也是我的态度 那好的 我们本期的每天一款审排车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